苏州慈激的医疗人文更扎根在大陆 苏州慈激门诊部与上海互动医院及北京乐和新医 联合举办了健康促进营 邀请癌症病友和他们的家属参与活动 在慈激里面大家能够感受到那种爱的力量 能够把心打开 让病友们 特别是无助的那些病友们 癌友们 有这样的一些收获 有这样的转变 这就是我们慈激医疗人文的力量 志工邀请专业医师和教授分享预防医学的观念 来自北京大学的甘叶华推崇天然素食 文献资料显示 饮食习惯的改变可以有效预防慢性疾病 我非常愿意发愿要把慈激的医疗人文 在大陆能够广泛地开展起来 使更多的大众能够得到健康 能够得到爱 除了讲座 志工也引领学员参访慈激苏州园区 希望大家把爱的能量带回去 我刚才看了一个牌子上面说 你的脾气不好 你的人再好 那也不算好人 我可能就属于这样的人 其实这都是不懂爱的人 爱就是说 是不是啊 你的性格好 对人好 我现在那个以后 我就喜欢笑咪咪的 爱是人间最好的药 医护团队与志工协力 期盼人人都能成为 别人生命中的贵人 大约新闻 这是美志工江苏报道